由這TVBS方還有三立方分別問了 一個是北市高房價如何解決 有什麼樣的對策 以及抗中保台題啦 就是問到說 你知不支持這個被中國統一呢 那還有雙城論壇到底要不要辦 楊麗哥這兩題 你認為他們分別發揮了怎麼樣 我想這個這兩題 其實你就看出兩個電視台的格局啦 就是很明顯 如果今天你要講三立電視台是這個側翼 已經是完全是符合這樣的一個規格 把我還以為這個題目是 這個曹新城先生你的 那你看像比如說第一句問說 你是否這個支持被中國統一 什麼問題啊 你在台灣問這個什麼爛問題啊 他們這個是台北市長辯論 如果今天是總統辯論 我覺得這個問題也許可以問一下 但是台北市長 你知不支持被中國統一 我真的是傻眼 然後呢你後面說什麼 不管什麼民防指揮官啦 民防要什麼作為啦 什麼雙城論壇要不要辦啦 這些都還就是說 在這個抗中保台框架下面去衍生嘛 好 陳時中以為他撿到槍 以為這把槍他可以去掃射 黃珊珊跟這個蔣萬安 結果沒想到哎呀蔣萬安一個反殺 連鄭運鵬都殺下去啊 中國鵬 對啊 這一題其實我覺得在抗中 或說中華民國的立場的部分 三個人基本上在這種所謂的不支持 被統一的狀況下是沒有太大差別的 但是但是陳時中以為抗中保台 是他們民進黨的專利 結果呢沒想到講完 第一個就把馬斯克 講這個這個特別行政區的議題 直接反殺你陳時中啊 黃珊珊也有備而來 他把這個雙城論壇就是說 用對等尊嚴跟對岸互動的狀況下 符合蔡總統的這個雙石演說嘛 就是說他也期待跟對岸有更多這種在對等的和平 對等互惠的這種狀況下來去做交流 那難道你陳時中是在打臉嗎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三組人都有準備 那也都有這個這個在這個以為 比如說綠營會認為說這議題對蔣萬安不利 但你看不管哪一位喔 其實我覺得他們三個還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都提到DNA 那三個都有各自不同的解釋 好比如說這個他說這個 陳時中說這個他他對這個是否被中國統一 他當然答案是否定這就是我們的DNA 蔣萬安說這個課尊憲法捍衛這個中華民國的主權 他的DNA就是我們就是我的DNA 好那這個黃三生說這個民主與獨裁專政不可能並存 這是台灣人的DNA 我相信每一個人對於這樣的議題 都有一個自己的一個解套解讀的方法 但是但是我講講句實在話 在台北市長我真的覺得 今天主辦的這個電視台喔 用這樣的題目 我覺得某種程度也是一種對台灣人民的自立測驗 或說台北市民的自立測驗 因為你把這個議題喔 最後發現原來民進黨也不過如此 對其實這讓人有點遺憾啦 就是說問題竟然問到這樣的一個格調 是賓哥因為這兩題其實高房價等等 你自己覺得因為看起來 我們剛剛有稍微討論一下 應該他們有事先拿到題目 那就如果有預先準備的情形下 這三個人發揮的程度呢 我個人認為就是我比較訝異的是 我本來以為在辯論這一塊 或是在臨場發揮這一塊 黃珊珊因為她出身律師嘛 我認為她表現應該是不錯的 那蔣萬安平常給我們感覺是比較拘謹的 所以我以為她表現可能就平平 結果沒想到 我必須講真格的 我絕對沒有什麼誰或怎麼樣 我真的認為今天蔣萬安表現出色 讓我覺得非常訝異 而且她顯然準備得非常用功 所以你看她不管是在整個颱風啊 在整個談吐啊 雨掉了那個高低起伏慷慨激昂啊 我覺得都表現出來 所以她剛剛在回答問題的時候講到 難怪有人說是綠共一家親的時候 我直接喊漂亮 我直接在現場就這樣喊 因為我覺得她真的今天講得非常好 那反觀陳時中我覺得她表現也不算太差 因為這兩題顯然她經過充分的準備 所以她有在把一些關鍵的東西 至少符合他們民進黨傳統立場的東西 有把它點出來 那所以我覺得這兩題陳時中的表現 我不能說她差 她其實表現得還不壞 可是黃珊珊讓我抱歉 我必須說有點失望 因為黃珊珊今天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被蔡依依附身 講話完全沒有高低起伏 然後好像這些事情跟你隔了一層 不是你很親身感受的 我想黃珊珊你也參與過雙城論壇 那你自己本身就是台北市的副市長 你對高房價這些東西 你過去也應該被人家詢問過非常多次 你應該非常有感 怎麼會表現這麼平淡讓我很壓抑 好他是澎湖浮澎喜來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E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這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在加分